这一天,盘西坐在空间中的他,感觉到自己隐隐要突破猿鹰巅峰,进入飞仙级别了,他睁开眼睛,抬头看着这片空间中的天空,这空间里也自称一片天地,只有白天,没有黑夜,而他只在这里面修炼进阶,却从没有在这里面经历过突破品阶时的天雷淬炼。 这里面会有天雷吗?这片天地能承受得住吗?他心中有了一个念头,既然不知道何不一事呢?若是可以,那以后若是进阶,都可以到这里面来。 在这里面修炼和进阶,对他实力提升更有帮助,不是吗?打定主意,他深吸了一口气,缓缓闭上眼睛。 他的双手放在盘膝的双膝上,掌心向上,整个人渐渐地放松下来,心中秉存着坚定的信念,摒弃了杂念,静下心来,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。 一股纯净的灵力气息从他身体弥漫而出,如同昏快的精灵围绕在他的身边。 他身上的纯净灵力气息与这片天地中的纯净气息渐渐融合。 周围的灵力气息被吸了过来,有的围绕缠在他的身边,有的钻进了他的身体。 灵力气息越来越浓烈,在他周身渐渐形成一股漩涡。 天空之中,云层涌动,闪电咔嚓而闪,一道天雷从天空劈下,朝凤九而来。 刹那间,只听轰隆一声,沉烟飞扬,灵力漩涡,疯狂涌动。 盘膝而坐的凤九只感觉灵力气息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,有如决堤的洪水,一发不可收拾的萌往体内冲。 全身灵力涌动时,他整个人被灵力漩涡卷浮起来,在半空中转动。 直到第二道天雷猛然劈下,轰隆一声,重重劈落在他的身上。 天雷的强大能量,淬炼着他的筋脉。 第三道天雷劈下,仿佛蕴含了所有的力量一样,震得这里面的这片天地都在震动。 让修炼着的火缝等人不敢靠近。 空气中的强大威压还有灵力气息相互融合,却又在第三道天雷劈落后渐渐散开。 气息散开后,渐渐地恢复成蓝天白天。 然而就在这周围的气流歇了下来,空气灵力平复时,突然间,从地底下频困窜起了一股地气,直窜入他的身体。 周围的灵力气息又再度被调动起来。 火缝和吞云还有老白小黑正准备上前,却看到这一幕后又生生地顿住。 看到他们主人身边再度卷起的洞酒,几只小兽不由倒出了一口冷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